国军在哪里 军有设就在哪里 说到军有设 相信大家一定都不陌生 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军最有力的后盾 结合社会各界的力量 透过进军慰问活动 团结军民情感 进而使外界更加支持国军 是啊 看到李栋梁理事长不辞辛劳 全年无休的走访国军山巅海滨 每一个驻房单位 以及想起理事长常常说 有官兵的地方都不远 这种精神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与敬佩呢 军有设不仅带给全军官兵 实质鼓励与关怀 激励部队士气 更具有抛砖引玉之效 也让进军形成广泛的社会风气 的确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认识 李理事长和军人之有设 关怀官兵安抚眷心 支持国军的点滴故事吧 中华民国军人之有设 成立于民国四十年是公益性社团 设立的宗旨是为号召社会各界推行进军慰问运动 建议鼓舞士气增强战力 保卫国家 军有设全体同仁 始终秉持热爱国家 支持国军的热忱 致力推动进军慰问 官兵继眷属服务 疾难病困慰助 以及关怀弱势等公益活动 激励官兵士气 协力推展全民国防 声获各界肯定 热爱国家 支持国军 走过大时代的李栋梁理事长 虽然贵为大企业家 但绝对是国军官兵 最亲近最敬仰的一位长者 李理事长103年5月28日到任 秉持企业家勇于创新的经营理念 及诚实、热忱、公益的服务精神 不断创新为国军服务 与关怀社会的公益活动 包括有恢复进军慰问团授旗 艰苦偏远单位进军慰问 发起庆祝九三军人节系列进军优惠活动 创办全国各界向国军致敬参会 筹办国军楷模 即模范团体主观国外旅游参访 办理官兵住宿接待服务 关怀荣民生活照顾 及协助后备军人创业等工作 不仅要让官兵有感 让社会大众有感 更要提升国军的尊严与荣耀 广惑社会各界热烈回响 所以我一直希望社会大众应该要 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国军 所以我这六年 我是当初我很多企业 跟他招待国军人 大家来参加这个 对国军来支持 因为国军 他都没声 不可以有声 因为这是国家很重要的一个团体 所以这六年 我一直想出嘴方法 让他感觉社会有得尊严 扩大办理进军会外活动 未来让全国工商企业界 社会慈善团体 及各级主管机关共同参与 重视与支持进军活动 自104年起 恢复办理进军慰问团盛旗典礼 回顾104年进军慰问团仅有27团 6年来累计达197团 今年更有10个新增社团共襄盛举 除了提供国军官兵实质鼓励外 更重要的是借由进军慰问活动 增进军民互动了解 进而支持国军 6年前高雄气爆 林理事长的第一次进军慰问单位 是陆军第8军团 巧合的是 林理事长达成慰问1000场次 也正好是在陆军第8军团慰问 社会你们付出社会有在给你们关心 还给你们重心 还给你们感谢 我们现在军团仙就是做这个 叫牛的关系 做社会跟国军这些叫牛的关系 所以这段时间 一年三岁 我就一直都会去国务团队上去跟他们看 所以我们的国军实在是真的辛苦 因为我们现在去一些山顶 海比、东沙、南沙、亮岛、小金门、大胆、二胆都去 其实是很辛苦 因为国军这是社会一个很重要的中间 这样没人也可以 国军是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 每当国内发生重大灾害时 国军总是在第一时间立即救援 官兵日以继业地强救民众生命财产 任劳任怨的救灾精神 让民众印象深刻并深受感动 李理事长感念 每逢重大灾难时 国军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如果不是国军每次在灾难时 勇敢站上前线 提供及时救援 民众又无法安心地生活 国军日夜无私付出 是全国民众最信赖的凭借 去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开始 国军化学兵部队紧急受命 执行台商返台单机 邮轮旅客返台与接驳车辆 及地方政府社区消毒任务 后备部队官兵协助投入口罩国家队 24小时生产 官兵的专业表现与心情的付出 声获国人肯定 为此李李市长前往陆军 三三化学兵部队 三军总医院 后备指挥部靠会官兵 韩石剑染疫事件后 在国军最需要关怀支持的时刻 李李市长号召国内工商界先进发起 共同透过媒体 发布支持国军的公开信 并亲自登上盘石剑会问官兵 为海军敦牧支队送来 为国军仗义直言 爱国进军精神令人感动与敬佩 敦牧支队长也特别感谢李李市长的支持与鼓励 表达支队全队官兵将用名于心 尽忠职守捍卫海江守护国土家园的安全 李市长为国军付出的一切 亲切与关怀 还记得李市长上次一一走访我们的生活圈 了解官兵的生活环境 甚至在行程最后 还向我们每一位官兵弟兄姐妹们握手 让我们觉得李市长真的是一位非常亲切随和的长者 我们春节因为任务的关系 没有办法回家和家人团聚 但有了李市长的关心与温暖 都能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更有勇气 更有信念地捍卫国家安全 慰问战备高山偏远单位 李理市长对关怀国军官兵生活起居无为不至 他会去细心了解部队时需 并特别前往高山偏远地区去关怀官兵生活 不论是两千多公尺高的雷达站台 或者是一般人比较忌讳的军墓单位 都有他去慰绕官兵的身影 近期与共军频繁以军机船舰绕台 国军官兵不分正业 在第一时间拦截并监控 充分展现国军保国为民守护家园的局心 值得全体国人的信赖与肯定 因此李理市长多次前往国防部 恒山指挥所 恒防部 空军天驱部队 海军舰指部 陆战队指挥部 海军168舰队 与苏澳基地等单位 代表全国各界对国军全军后守护国土家园的 辛劳与贡献 表达慰问与敬意 李市长 我总共遇到他两次 他让我觉得是一个很亲切的长辈 都会过来关心我们 然后有时候这么寒冷的天气他还上来 然后加上说他有年纪了 然后还需要坐很长的车程 然后还有山路这么颠簸 我觉得他真的很辛苦 但是他没有忘记我们 我觉得心里其实很温暖 即使我们在高山上 他还是依然惦记着我们 我印象中的李市长 每年都会不辞辛劳的到国军各大大小小的营区来实施慰问 尤其针对我们高山偏远地区的单位 李东良 李市长也是亲力亲为 到达各个营区跟每个官兵弟兄姐妹们握手 让我们感受到李东良 李市长的温暖 谢谢李市长 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李市长很关心国军官兵 他发起进军活动 让国军独享尊荣 更不忘逢年过节都到单位慰问 尤其大老远来到乌邱 让我们相当感动 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他的期望 继续坚守岗位 保卫国土 策办九三军人节庆祝活动也荣耀国军 为彰显国军官兵长期投入战备 保国为民及防疫救灾的辛劳集结出贡献 军人之友社筹办庆祝九三军人节各项活动 包括有企业进军商品优惠活动 全国各界向国军致敬参会 招待国军楷模赴日参访等 希望借由社会各界热烈地参与 激励民众进军的热忱 进而提升军人形象 除了生活部队官兵的欢迎与喜爱 更能透过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进军慰问 表达对国军的敬意 关怀弱势荣民袍责与协助后卫军人创业 李理事长也感念荣民前辈终身为国奉献 每年都会安排演艺人员前往各地荣民之家 单身退员宿舍 关怀荣民长辈 致赠慰问金与营养补给品 并且携请农民总医院支援巡回医疗团队 致各界村社区协助年迈且行动不变的农民长辈 解决就医问题 同时为协助后卫军人就业创业 协同后卫指挥部举办北中南区三场后卫军人分区座谈 邀请地区后卫军人辅导中心及干部办理座谈会 并成立辅导后卫军人中小企业专案编组 协助后卫军人经营发展 热爱国家 支持国军 是军友社的真挚情感 官兵在哪里 军友社就在哪里 军友社不仅是国军与社会联系最重要的桥梁 更是国军官兵最信赖的伙伴 支持国军的重要力量 今后军友社将持续在立立市长管理企业化 社团公益化 过程透明化的领导下 持续号召企业界加入进军的行列 积极开创官兵纪眷属 卫助与服务工作 提升国军的尊严与荣耀 成为永远支持国军最暖心 最强而有力的后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